原标题,80架5-200辆坦克3万名士兵,快速到达作战区域这是防备谁? 种种迹象表明,美俄之间的对抗极有可能会回到冷战时期的规模,特别是地面作战力量的对抗将会越来越激烈。 俄罗斯卫星网3月30日报道称,据美国国防部官方报纸新调起消息,五角大楼决定重新回到冷战期间,使用了在欧洲突然部署部队的战略。 五角大楼重新使用的这一战略,被称为动态使用武力,根据这一战略,其陆均驻美国本土步兵师,必须做好随时奔赴欧洲作战准备,以保持与脚向敌的力量平衡。 其实,早在本月中旬,美国五角大楼就从德克萨斯州,突然向波兰调请了一个陆军步兵营,并且是在不实现通知情况下调动部队的,只在引列陆军的现大化地面机动作战能力和部署速度。 根据五角大楼提供的数据,美国陆军一个步兵营,近500余人作战兵力,和全营配备的武装直升机,听行步兵战车等各型武器装备,通过C-5银河,C-17环球霸宝等级10架大型军用运输机和数架空中的游击配合下,在48小时之内,就全部送达美驻欧洲军事基地,并迅速开赴于加里宁格勒接壤的指定部署区域, 其速度和机动能力让人瞠目结舌。 根据美国陆军制定的现大化条件下作战要求,其傻傻的步兵式的先头部队和尸数航空旅,可通过军事空运司令部的C-5、C-13、0、C-17等重型战略运输机,快速投送到欧洲急需的作战区域, 用C-5运输机装载6架MH-64IPA其武装直升机仅需7个小时,直升机旅易不需拆卸,运抵战区后,可迅速投入作战。 其余装备包括主战坦克、步兵战车、各种口径火炮等重型武器装备,则通过军事海域部门,在10天内,投送到制定部署区域。 按照这个速度,一旦欧洲面临战事,美军可在两周内把80架武装直升机,200一辆主战坦克,上前两个型战车,以及3万余人作战兵力,快速部署到制定作战区域。 冷战学期的苏联地面作战力量,凭借其上万辆坦克,数万部战车组成的钢铁洪流,号称在一个月内登平欧洲,继承了前苏联军师抵运的俄军, 更是把这一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,其先议的个型坦克、战车,以及重型火炮的战力,在欧洲则是南群对手,这也是美军决定恢复冷战时期,在欧洲部署地面作战力量主要原因之一。 美国陆军参谋部副参谋掌场,美国陆军除了抢驻欧洲两个重型装甲师外,一旦欧洲地区面临战事,美国陆军可在一个月内向欧洲投送三个机部师,近6万人作战兵力和装备,钢铁洪流又何惧? 巨峰评论2019年3月31日 巨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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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